好 那我们接着呢介绍这个第六单元 第六单元 那三角函数呢1 三角函数1 那我们介绍一下呢6-1 那6-1的话呢有向脚齐计算 那我们假设呢 单位元那元的半径等于1 的元心呢为O 那这个A为呢 元上的1点 当呢A点呢 元中随着这个射线 OA呢 OA呢这个旋转到B点 那由OA呢及OB呢 两个射线 所这个成的这个角 称为呢有向脚 那O这个称呢 O呢就称为顶脚 OA这个射线呢称为尺边 OB呢这个射线呢我们称为中边 从尺边呢 那转到呢中边就是呢旋转方向 那一般一般来说 逆时钟呢的旋转方向是正的 那顺时钟呢旋转的方向呢是负的 那旋转方向呢是正的称为呢正向角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就如呢这个呢 这个图6之1 图6之1的这样子 那这个OA的射线 OB的射线 它的旋转呢角度呢 比如说这样子呢 是这个逆向旋转 逆向旋转 那我们可以称为呢这个 这个旋转方向呢 是正的角呢称为正向角 那也简称呢正角 也简称正角 它旋转方向呢 是负的呢称为呢 负向角 简称呢负角 那正向角呢 与这个负向角呢 均称为呢有向角 称为有向角 那我们这边呢可以看一下 有向角的这个度量的单位呢 有两种 第一个呢叫 进度量 进度量呢是什么意思 它是说呢 一个单位元的周长 为两拍 所以呢一个圆周呢 就为二排进 二排进 那这称为呢 进度量 第二个的话呢 度度量 什么叫度度量呢 也就是说呢 一个圆周呢 为360度 一个圆周为360度 将一个圆 圆分成360个等分 那每一个等分呢 所对的圆形角呢 我们就称为一度 称为一度 那一度的60分之一呢 我们称为呢 这个一分 称为一分 称为一分 那一分的呢 60分之一呢 我们就称为呢 一秒 称为一秒 随缘的上呢 是这样子 那这个呢 也请同学呢 我们把它记下来 那一拍进的话呢 一拍进的话呢 就等于180度 所以呢 一度的话呢 就等于呢 180分之拍进 180分之拍进 那以下呢 我们看一下立体 看一下立体 那我们看一下立体一 的A 它是说呢 立体一 赤匠 下列呢 角度以进度量来表示 进度量来表示 那这里面总共有三小题 A的话是30度 B的话是60度 C的话呢 是90度 是90度 那A的话呢 看一下A 把它换成进度量 A等于30度的话呢 我们首先可以把它写成 30乘以1度 30乘以1度 就等于30度 那我们知道 刚才已经知道1度呢 就等于180分之拍进 所以把30乘以180分之拍 那算出来 就等于180分之30拍 月分完之后呢 就等于6分之拍进 6分之拍进 那B的话呢 60度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60乘以1度 60乘以1度 那1度就等于180分之拍 所以那可以写成60乘以180分之拍 那就等于180分之60拍 约分完之后就等于3分之拍进 那记的单位呢 是进 但单位是进 那C的话呢 是90度 那我就可以把90度 写成90乘以1度 那就可以写成90乘以180分之拍 那等于180分之90拍 那约分完之后就等于2分之拍进 那最后呢 我把它写上打A 30度就等于6分之拍进 那B的话呢 60度呢 就等于3分之拍进 7的话呢 90度呢 就等于2分之拍进 那这个是立体1 立体1 那我们再看一下立体2 立体2呢 是将下列的角度 以进度表示 那样呢 这里面呢 有三小提 A的话是45度 B的话呢 是120度 C的话呢 150度 那我们看一下 那A的话45度呢 一样我们可以写成45乘以1度 那就等于45乘以180分之拍 180分之拍 就等于180分之45拍 那约分完用45约分完之后呢 就等于4分之拍 进 单位记得是进 那B的话120度呢 我们可以写成120乘以1度 就等于120乘以180分之拍 就等于180分之120拍 那61月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3分之2拍进 3分之2拍进 那C的话150度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150乘以1度 就等于150乘以180分之拍 那乘起来之后就等于180分之150拍 180分之150拍 那我们可以用30约分 用30约分完之后呢 就剩下6分之5拍 进 6分之5拍进 那最后呢 我们把它写上 那A的话就等于45度 45度的话就等于4分之拍进 那B的话120度呢 就等于3分之2拍进 7的话呢 150度呢 就等于6分之5拍进 那以上是V比2的答案 V比2的答案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V比3 V比3 他说呢 是将呢 下列的角度呢 以这个进度呢 来表示 那这个呢 也是一样 不过刚才做的都是正的角度 那A的话 是-45度 B的话呢 是20度 C的话呢 是这个-150度 那我们看一下 A的话呢 -45度呢 可以写成-45乘以1度 就等于呢 -45乘上180分之拍 那乘起来之后 就等于呢 180分之呢 -45拍 那我们用45约分完之后呢 就等于-4分之拍进 -4分之拍进 那B20度呢 我们可以写成呢 20乘以1度 那就等于20呢 乘上180分之拍 就等于呢 180分之20拍 那我们可以用20约分 约完之后就等于呢 9分之拍进 9分之拍进 那C的话呢 -150度呢 我们可以写成-150乘以1度 就等于呢 -150乘以180拍 那就等于呢 -180分之呢 150拍 那我们呢 可以用30约分 就等于呢 -6分之5拍进 那这以下呢 我们就可以写上这答 A的话呢 -45度呢 就等于-4分之拍进 那B的话 20度呢 就可以写成-9分之拍进 那C的话呢 -150度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5分之拍进 那以上呢 这个就是立题3的答案 立题3的答案 那立题4呢 也是类似的提形 立题4呢 也是类似的提形 所以呢 同学呢 可以自行练习做做看 自行练习做做看 那原则上的话呢 看一下 那其实这个立题4呢 那我们也可以 这个说明一下 给同学听 这立题4呢 我们看一下 立题4呢 是将呢 下列这个角度 以度度量表示 A的话呢 是2分之拍 B的话呢 是3分之拍 C的话是4分之拍 那2分之拍 那我们就可以写成了 2分之1乘以拍 那1拍呢 就等于180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成 2分之1乘以180度 那乘完之后就等2分之180度 1月分完之后呢 就等于90度 那B的话呢 等于3分之拍 我们就可以写成了 3分之1乘以拍 就等于3分之1乘以180度 就等于3分之180度 他用3月分完之后呢 就升下 就变成60度 C的话呢 4分之拍 那我们就可以写成4分之1乘以拍 那写再来 那我们就可以写成4分之1乘以180度 等于4分之180度 4分之180度 1月分完之后呢 就是45度 45度 最后呢 我们把它写上答 A的话 2分之拍呢 就等于90度 B的话呢 3分之拍呢 就等于60度 这个C的话 4分之拍呢 就等于45度 那以上呢 这是立体词的答案 立体词的答案 那立体词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是将下列的角呢 以这个度度量表示 A的话5分之拍 B的话是6分之拍 C的话呢 是9分之拍 那我们看一下 A 5分之拍呢 我们就可以写5分之1乘以拍 1拍等180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成5分之1乘以180度 就等于5分之180度 用5月完分之后就等于36度 那B的话6分之拍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6分之1乘以拍 那1拍等180度 所以我们可以写成6分之1乘以180度 就等于6分之180度 月完分就等于30度 就等于30度 那C的话呢 9分之拍 我们就可以写成9分之1乘以拍 那1拍等180度 所以我们可以写成9分之1乘以180度 就等于9分之180度 用9月完之后呢 就是20度 20度 那最后呢 我们把它写上打 A的话5分之拍等于36度 B的话6分之拍就等于30度 C的话9分之拍就等于20度 那以上呢 这个是例题5的答案 例题6呢 也类似的题型 那同学呢可以自行练习做做看 这是例题6 例题6 所以同学可以练习做做看 那我们看一下呢 例题7 那例题7呢 它说呢 是将下列角度以进度量表示 那A的话是3.14 B的话呢 是这个6.28 那C的话是31.4 那我们把这个呢 这些ABC算出来 那1拍的话呢 大约等于3.14 所以A的话呢 3.14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 就可以写成呢 3.14呢 除以呢 这个3.14 所以就得到1拍 1拍 那B的话呢 6.28呢 我们就可以把6.28 除以3.14 就等于2拍 2拍 7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31.4 写成31呢 这个除以呢 3.14 所以就等于10拍 就等于10拍 那最后呢 我把它写上打A 3.14就等于1拍 那这个6.28的话呢 就等于2拍 那31.4的话呢 就等于10拍 那记得呢 进度的单位 进度量的单位是进 所以进度的单位是进 那我们看一下 0.28呢 也是类似的图形 类似的题型 0.28也是类似的题型 0.28也是类似的题型 0.28所以同学呢 可以自行练习做做看 0.28也是类似的题型 所以同学可以自行练习做做看 那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大概跟同学介绍一下 也就是说呢 第一项线的话呢 我们可以写成呢 这个2n拍 小1c打 小1c打 小1n拍 加上2分之拍 那其中的话呢 n属于e 这个大e的话 是代表整数的意思 大e的话 代表整数的意思 这个第一项线 我们可以表示成这样子 那第二项线呢 我们可以写成呢 2n拍 加2分之拍 小1c打 小1 2n拍 加拍 那一样在这里的小n呢 是属于e 属于整数的意思 属于整数的意思 那第三项线呢 可以写成呢 2n拍 加拍 小1c打 小1 2n拍 加2分之3拍 那其中n属于e 一样n 属于整数的意思 那记得第三项线呢 可以用这样的式子表示 那第一次项线呢 我们可以表示成呢 2n拍 加2分之3拍 小1c打 小2n拍 加2分之拍 一样呢 n属于e 属于整数的意思 属于整数的意思 那原则上呢 我们跟这个同学介绍一下 那一个只要坐标上面呢 那这条线呢 代表0度的意思 那这条线的话呢 代表90度的意思 90度 从这个0度开始 这样走 走到这里的话呢 是等于90度 那90度呢 换成近的话 就等于2分之拍 2分之拍 那继续走的话呢 来到这条线上面呢 代表180度的意思 那180度呢 就等于拍 拍的意思 那继续走的话 走到这边 这条线上面呢 就等于270度 270度 那270度换成近呢 就等于2分之3拍 2分之3拍 那再走回来到 这条0度的话呢 也代表了 这个360度 所以0度呢 跟360度 是同一条线上面 那刚才讲的呢 从0度呢 到90度呢 这就是代表 第一向线的意思 就代表第一向线 那从90度呢 到180度呢 就等于第二向线的意思 等于第二向线的意思 那180度到270度呢 就等于第三向线的意思 180度呢 到270度呢 就代表第三向线的意思 那270度呢 到360度呢 就等于14向线的意思 那这个就是图呢 6-2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立体9 立体9 立体9它说呢 那如果呢 有向角为C打第一向线 则呢 2分之C打呢 可能为第几向线 那我们可以说呢 因为呢 C打为第一向线 所以我们刚才说 C打第一向线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了 2nπ呢 小于C打 小于2nπ呢 加2分之π 这不就代表 第一向线的意思 那在这里的n呢 属于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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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z的意思 那我们对这个不等式呢 整个不等式呢 同时呢 乘上呢 1分之1 乘上2分之1 因为我们要求的是2分之C打 落在地级下线 所以这边呢 要变成2分之7打 所以那我们对整个不等式呢 同时乘上2分之1 它乘完之后 你就可以写成nπ呢 小于2分之C打 小于呢 nπ加4分之π 那当n等于1的时候 带进去这个式子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得到 π小于2分之C打 小于呢 π加4分之C打 那这样子的话 2分之C打 是落在第三向线 那当n等于2的时候呢 带入这个式子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呢 2π小于2分之C打 小于2π加4分之π 那落在那 地级下线 落在地级下线 那再来呢 当n等于3的时候呢 我把它带入这个不等式里面 可以得到呢 3π小于2分之C打 小于3π加4分之π 落在呢 这个第三向线 落在第三向线 好 当n等于4的时候 带进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4π 小于2分之C打 小于4π加4分之π 那落在地级下线 那一之类的n等于算线 然后还是一样呢 会重复 会重复 那我们从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观察呢 当n等于基数的时候 就是n等于1357的时候 点点点 13579 下去的话呢 都落在呢 第三向线 当n等偶数的时候 n等于24680的时候呢 都落在第一向线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样的情况 那所以呢 由上面的这个计算过程呢 我们可以得到呢 a的话呢 当n为基数的时候呢 2分之C落在第三向线 那当b呢 n等于偶数的时候呢 2分之C落在第一向线 那最后呢 那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打写上 a呢 当n为基数的时候呢 则2分之C在第三向线 b的话呢 当n为偶数的时候呢 则2分之C在第一向线 在第一向线 那这是立体9的答案 立体9的答案 那立体10呢 我们看一下 若有向角C达拉 为第二向线 则2分之C达拉 可能落在第几向线 第几向线 那C达拉 落在第二向线 所以呢 第二向线我们刚才讲过 第二向线我们可以写成呢 2分之π加2 2nπ加2分之π小于C达 小了2nπ加π 那其中n属于整数的意思 那第二向线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求一样 是要求2分之C达 所以我们让这个中间这个C达拉 变成2分之1 然后2分之C达 2分之C达 那变成2分之C达拉 乘以2分之1 所以对整个不等式呢 同时乘上2分之1 然后只乘上2分之1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nπ加4分之π小于2分之C达 小于nπ加2分之π 那一样呢 我们把n等于1的时候再带进去 n等于1的时候 大概这个不等式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 π加4分之π小于2分之C达 小于π加2分之π 大家发现这个不等式呢 可以发现2分之C达 落在第1向线 那大N等于2的时候 带进去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2分之π加4分之π小于2分之C达 小于2π加2分之π 小于2分之C达 落在第1向线 那大N等于3的时候 带进去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得到 3π加4分之π小于2分之C达 小于3π加2分之π 那这样子的话 2分之C达落在第3向线 2分之C达落在第3向线 那大N等于4的时候 带入这个不等式 那可以得到 4π加4分之π小于2分之C达 小于4π加2分之π 那落在第1向线 落在第1向线 那以此类推呢 继续算下去呢 还是会呢 重复出现以上的状况 那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呢 比如上面的这个计算过程呢 我们可以得到 第一个A 当N为G数的时候呢 则2分之C达落在第3向线 B的话呢 当N为O数的时候呢 则2分之C达落在第1向线 最后呢 我把它写上 A的话呢 当N为G数的时候呢 则2分之C达落在第3向线 B的话呢 当N为O数的时候呢 则2分之C达落在第1向线 那这以上呢 是例比10 例比10 那例题11呢 也是类似的提型 例题11也是类似的提型 那同学呢 可以自行练习做做看 自行练习做做看 那例题12呢 也是一样的提型 所以同学呢 也可以自行练习做做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弧常定理 什么叫弧常定理呢 它说呢 假设呢 一个半径为R 那则呢 度量为C的 度量为C的圆心角 所对的弧常呢 弧常用大X来表示 弧常就等于半径呈上 这个圆心角 半径呈上圆心角 那我们看一下图1之3 图呢 我们看一下呢 图这个图6之3 图6之3 那样它这个圆心角 是C的 那这个呢 圆的一部分 这个圆的这个半径 半径是小R 那这个是弧常 那你要求这个弧常呢 就把它这里的呢 半径呈上圆心角 就可以求住了 就可以求住了 那在这边呢 特别要提醒同学是说呢 这个部分的呢 这个呢 圆心角的话呢 一定要把它换成进度 换成进度才可以算 换成进度才可以算 所以X呢 等于R乘上C的 虎常的话 X的话呢 等于R乘上C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立体13 那立体13呢 它说呢 一个呢 这个圆的半径是两公分 圆的半径呢 为两公分 那图圆心角是60度的 虎常 那现在呢 我们就先把圆心角 换成进度 所以60度呢 等于60乘以1度 就等于60乘以180分之拍 那之后呢 就等于180分之 那60拍 那用60月份之后呢 就等于3分之拍 那3分之拍的单位 当然是进 3分之拍的单位是进 那虎常大X的话呢 就等于半径乘上圆心角 圆心角已经换成进了 所以我们直接就可以乘起来 半径等于2 那这个圆心角等于3分之拍 所以2乘以3分之拍 就等于3分之2拍 那虎常大X的单位是 长度单位是谁呢 最后算出来 虎常大X就等于3分之2拍公分 最后打虎常呢 3分之2拍公分 这是例题13 例题13 那例题14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一个圆的半径为3公分 求圆心角呢 为90度的虎常 那样呢 虎常呢 90度的话呢 我们这个圆心角是90度的话呢 我们把它换成进 所以90度呢 就只有90乘以1度 就等于90乘上180分之拍 就等于180分之90拍 用90约分之后呢 就等于2分之拍 2分之拍 那虎常大X的话 就等于R乘以7倒 所以3乘上2分之拍 就等于2分之3拍公分 2分之3拍公分 那最后记得 这个写上打虎常呢 就等于2分之3拍公分 2分之3拍公分 那这是立体14的答案 立体14的答案 那这里的话呢 立体15呢 也是类似的提形 也是类似的提形 同学呢 可以练习做做看 可以练习做做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扇形面积的定理 扇形面积的定理 假设一个半径呢 为R 那则呢 这个度量为C的圆形角 所对的扇形面积呢 就是呢 扇形面积用大LA表示 就等于2分之1呢 R平方C的 扇形面积呢 我们用大LA表示 就等于2分之1R平方C的 那样呢 这里的R就是小R就是半径 C的话就是圆形角 圆形角 那可以看一下图6之4 一样呢 这是C是圆形角 那半径是小R 那面积的话呢 扇形面积呢 我们用大LA来表示 那呢 以下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 它说呢 立体16 它说呢 一个圆的半径为 这个10公分 它求圆形角为60度的 扇形面积 那记得在这边呢 跟刚才一样 圆形角呢 一定要把它换成进度 才可以计算 圆形角一定要把它换成进度 才可以计算 所以把60度呢 它写成60乘以1度 就等于60乘以180分之π 就等于180分之那60π 那 那用60约分就等于3分之π 那6分之π的单位是近 3分之π的单位是近 那这个扇形面积用大LA 表示就等于1 2分之1R 平方西打 所以可以带进去呢 2分之1乘以 这个半径等于10 所以带进10的二次方 乘以那圆形角3分之π 那扇形面积就等于6分之100π 6分之100π 那用2约分呢 就等于3分之50π 那面积单位是平方公分 平方公分 那最后呢 我们写上档 扇形面积呢 为这个3分之50π 平方公分 扇形面积呢 为这个3分之50π 平方公分 那这个呢 是这个立体16的答案 立体16的答案 那立体17呢 我们再看一下 立体17 一个圆的半径为8公分 求圆形角为30度的扇形面积 那样呢 我们先把圆形角呢 换成近的单位 近度量 那30度就等于30乘以1度 就等于30乘以180π 那乘起来之后就等于180分之30π 那用30约分之后呢 就等于6分之π 记得单位是近 单位是近 平方公分 那最后呢 写上档 扇形的面积呢 为呢 16π 平方公分 3分之16π 平方公分 那这是呢 立体17的呢 这个答案 立体17的答案 那立体18的话呢 也是类似的提形 立体18也是类似的提形 所以呢 同学呢 可以自行呢 练习做做看 可以自行呢 练习做做看 好 再来我们跟同学介绍呢 6-2 三角函数 三角函数 那首先呢 我们跟同学呢 介绍一下三角函数的定义 三角函数的定义 那我们先呢 三角函数呢 是从一个直角三角形来的 直角三角形来的 我们看一下图6-5 图6-5 那在直角三角形呢 这边呢 我们称为这个斜边 称为斜边 那称为斜边的话呢 我们用小细来表示 小细来表示 那这个角 这个角度这个地方呢 我们称为斜打 那跟斜打呢 这个相邻的边 这个边呢 我们称为0边 称为0边 称为0边 那我们呢 用小b来表示 小b来表示 那这个斜打呢 所对的这个边呢 我们称为对边 称为对边 称为对边 那我们呢 用小a来表示 小a来表示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看一下 那六个三角元素的定义是怎么样 第一个呢 念呢 赛希达 那赛希达呢 就是呢 斜边分之呢 对边 斜边分之呢 对边 那斜边分之对边呢 就等于c分之a c分之a 那第二个三角元素呢 cos希达呢 就等于斜边分之0边 斜边分之0边 那就等于呢 c分之b c分之b 那第三个三角元素呢 是tangin c达 tangin c达 那tangin c达就等于呢 0边分之呢 对边 0边分之对边 那就等于呢 b分之a b分之a 那第四个三角元素呢 就是cotangin c达 cotangin c达呢 就等于对边分之呢 0边 对边分之0边 那就等于呢 a分之b a分之b 那第五个呢 三角元素呢 就是second c达 second c达 那second c达的话呢 就等于呢 0边分之呢 斜边 0边分之斜边 就等于呢 b分之c b分之c 那第六个三角元素呢 就是cosec达 cosec达 那cosec达就等于呢 对边分之呢 0边 他对边分之0边呢 就等于a分之c a分之c 所以这六个三角元素呢 同学呢 一定要熟记呢 它的定义 熟记它的定义 因为呢 在以下我们的这个三角元素的计算呢 都是一定要用到呢 这个三角元素的定义 就是这六个 这六个呢 三角元素 这六个三角元素 好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立体19 立体19 立体19它说呢 假设呢 0小于c达 小于2分之π 为呢 一个锐角 且赛希达呢 等于13分之5 那求出呢 其他呢 五个三角元素 那以制条件呢 我们已经知道 希达呢 落在第一项线 第一项线 那我们就可以把赛希达呢 我们刚才看过 希达的定义 这个三角元素 赛希达就等于c分之a 那c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c等于13 那a的话呢 就等于5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呢 这个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所以那我们可以用呢 第四定义 c平方呢 就等于a平方加b平方 那我们可以呢 把c跟a呢 带进去 带进去 那带进去之后呢 我们可以经由计算之后呢 算出呢 b就等于呢 正负12 正负12 那正负12的话呢 负的不合 负的不合 如果这是边场的话呢 边场没有负的 所以那我们取正的 所以b呢 就等于12 b就12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呢 这直角三角 写三个边 我们都知道了 那b就等于12 a等于5 b就等于12 那c就等于13 那照三角的数的定义呢 我们要求出其他五个 所以cosc就等于c分之b 那把c带进去 b带进去就等于13分之12 那之后的话呢 cortensin c达拉 定义是等于a分之b 那a等于5 b等于12 带进去就等于分之12 5分之12 那cosc达拉等于a分之c 那c等于13 a等于5 带进来 所以就等于5分之13 5分之13 那tensin c达拉等于b分之a 所以带进去呢 就等于12分之5 那sac达拉等于b分之c 所以带进去呢 就等于12分之13 12分之13 那最后呢 我们就把打写上 所以cosc达拉就等于13分之12 那tensin c达拉就等于12分之5 那cortensin c达拉就等于5分之12 secondc达拉就等于12分之13 cosec达拉呢 就等于5分之13 那这样子呢 这样就是立体19的答案 立体19的答案 那立体20呢 也是一样的这个提醒 那同学呢 可以自行练习做做看 可以自行练习做做看 那立体21呢 也是一样的提醒 所以同学呢 可以自行练习做做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任意角的三角形 任意角三角形 任意角三角函数 任意角三角函数 那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图6之6 图6之6 那图6之6的意思是说呢 在第一向线里面 只要你角度落在第一向线里面 我们的呢 六个三角函数呢 sac达拉 cosc达拉 cosc达拉 sac达拉 cosc达拉 只要你的sac达拉 脚落在第一向线的话呢 这六个三角元素算出来都是正的 都是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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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向线的意思是说 它写sac达拉跟cosc达拉 意思是说呢 如果你的角度呢 是落在第二向线里面 你的sac达拉 是落在第二向线里面呢 六个三角元素里面呢 只有sac达拉拉 跟cosc达拉 算出来是正的 其他四个没有写出来的呢 都是负的 都是负的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你的sac达拉拉在第三向线的话呢 只有tc达拉跟cotc达拉算出来是正的 其他四个呢 没有写出来的三角元素呢 算出来都是负的 算出来都是负的 那如果你的sac达拉拉在第四向线的话呢 只有cosc达拉跟sac达拉算出来是正的 其他四个没有写出来的三角元素呢 算出来都是负的 那这是图66所要说明的 所要说明 那也是呢 在这边呢 文字叙述 文字叙述所说的 好 再来呢 这个表呢 也很重要 同学呢 务必要记起来 务必要记起来 那这个表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呢 这个2nπ的话呢 其实就是代表零度的意思 就是代表零度的意思 那这个2nπ加2分之π呢 其实就是代表90度的意思 90度的意思 那2nπ加π的意思呢 这个就代表100%的意思 那2nπ加2分之3π呢 就代表270度的意思 270度的意思 那这边c达拉的话呢 有这六个三角数 分别是呢 这个sac达cosc达 tgc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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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举个例子 那在这边一样 这个n的话呢 属于z 大z就是代表整数的意思 那意思是说 你如果说你要求赛0度的话呢 你对照 先找到0度的位置 那对下来之后呢 赛0度就等于1 赛0度就等于1 那之后呢 如果你要求赛90度 那你就先求出3 先找到三角的数 那再找到90的地方 对应下来呢 交于1点的地方呢 这个数字就是代表赛90度 就等于1的意思 赛90度就等于1的意思 那如果说呢 你要求Ten 180度 那你就先Ten 先找到 那之后找到180度呢 交于1点的地方呢 这就代表 Ten 180度就等于1 Ten 180度就是等于1 那之后的话呢 这5的意思是代表 无限大的意思 无限大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当Ten 这是Ten 对过来的时候 这是90度 交1点 Ten等于90度的时候呢 代表 无限大的意思 答案数字是无限大的意思 无限大的意思 所以这边写的5呢 代表无限大的意思 那这个表格呢 同学可以把它记下 这表格我也把它记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立体22 立体22 他说呢 判断下列 这三角函数的正负 就是说 这个答案算出来 到底是正还是负的 那我们先看 这三题 A的话呢 是Sine的500度 B的话呢 是Cosine的600度 C的话 是Ten 100度 那我们看一下 A这一题 Sine的500度 这样是 这个答案算出来 是正还是负的 因为呢 Sine的500度呢 我们可以写成 Sine的360度 加上140度 因为360度加140度 就是500度 那我们可以知道呢 这个500度呢 因为360度 还是回到原点 0度那个点 所以我们只要看 后面这个140度 他140度呢 就落在第二向线 所以得知那500度 落在第二向线 落在第二向线 那我们看已经知道说呢 Sine呢 落在第二向线的时候呢 Sine的 Sine的 若在第二向线的时候呢 是正的 所以呢 Sine的500度呢 为正 Sine的500度 Sine的500度 计算出来呢 就是正的意思 正的意思 那B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Cosine的600度 算出来 到底是正来负的 那因为呢 Cosine的600度呢 我们可以写成呢 Cosine的360度呢 加上240度 那360度 还是回到0度的位置 所以我们只要看 后面这个240度 那240度呢 落在呢 第三向线 所以代表600度呢 是落在第三向线的意思 那Cosine的第三向线呢 是负的 所以可以知道呢 Cosine的600度呢 算出来答案就是负的 算出来答案就是负的 那这个题目呢 目前不叫你把答案算出来 只是看呢 这个答案算出来到底是正来负的而已 那Cosine的600度呢 算出来是负的 那C呢 看一下tang100度呢 算出来到底是正来负的 因为tang100度呢 我们可以知道100度呢 落在第二向线 那第二向线 tangC在第二向线是负的 所以我们知道tang100度呢 算出来就是负的 算出来答案是负的 那最后呢 我们写上答 A的话 Sine500度呢 是正的 A的话 Cosine600度是负的 微负 C的话tang100呢 100度呢 为负的 那以上这是立体22 立体22 那立体23题呢 也是类似的题型 那同学呢 可以自己呢 练习做做看 可以练习做做看 那立体24呢 也是一样的题型 立体24也是一样的题型 好那我们看一下呢 立体25题 立体25题 他说呢 判断下列各三角函数的正负号 也是一样 就是说 这个呢 三角的数算出来 答案到底是正还是负的 那我们刚才算的时候 角度都是正 角度呢 都是度度链 那现在的角度是近度链 一样 那我们看一下 A的话是Side的9分之7π B的话呢 是Coside的18分之23π C的话呢 是Tangg的6分之17π 那我们看一下A 那Side的9分之7π呢 我们可以把Side的9分之7π 写成9分之7π 那再写成呢 Side的9分之7 因为1π等180度 所以把π换成180度 那这样乘开之后呢 就剩下呢 Side的140度 140度 那我们知道呢 140度呢 落在第二向线 那SideC在第二向线是正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呢 Side的9分之7π 算出来为正 那再来呢 我们看一下B 那B的话呢 我们要看一下 Coside的18分之23π 那我们可以把Coside的18分之23π 写成Coside的18分之23π 那之后再写成Coside的18分之23π 因为1π等180度 所以把π呢 写成180度 那这样呢 乘出好可以写成呢 Coside的230度 那230度呢 我们知道230度呢 落在第三向线 第三向线 那Coside的第三向线是负的 所以我们知道呢 Coside的18分之23π 算出来为负的 Coside的18分之23π 算出来为负的 这是B 那C的话呢 因为Tenside的6分之17π 那我们可以写成Tenside的6分之17π 那一样呢 1π等180度 所以我们可以写成呢 Tenside的6分之17π 那就等于Tenside的510度 那我们知道呢 510度落在第二向线 第二向线 那Tenside的2向线是负的 所以可以得知呢 这个Tenside的6分之17π 为负的 算出来答案为负的 那最后呢 我们写上答 A的话呢 Side的9分之7π 就为正的 那B呢 Coside的18分之23π 为负 C的话呢 Tenside的6分之17π 为负的 那这个呢 就是呢 立体25π 立体25π 那立体26π呢 也是类似的提醒 所以同学呢 可以自行呢 练习做做看 练习做做看 那我们看一下呢 立体27π 那立体27π呢 求下列个子 A的话是Side的180度 B的话呢 是Coside的360度 C的话呢 Pengin的540度 那要把这ABC呢 求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呢 A的话Side的180度 我们刚才请同学背过 那个表格呢 把Side的C答案对过来之后 对到呢 180度呢 这样子呢 求到的交易一点的答案呢 就是0 Side180度 所以Side180度 就等于0 那B呢 Coside的360度呢 就等于1 就等于1 那C的呢 这个Tengin的540度呢 就可以写成Tengin的360度 加上180度 那因为360度 最后还是回到0度 所以360度是同0度 所以其实你只要求Tengin的180度 所以就等于0 就等于0 那最后写上答 A的话呢 Side180度 B的话呢 Coside的360度 等于1 C的话呢 Tengin的540度 等于0 那这以上是立体27体的答案 27体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立体28 一样的提醒 那同学呢 可以试着练习做做看 可以练习做做看 那立体29也是类似的提醒 同学可以自行练习做做看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立体30 立体30 它说呢 是球下列各体的值 A是Side15π B呢 是Coside2分之9π C呢 是Coside2分之15π 那请把ABC呢 把氨球出来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A的话呢 Side15π呢 我们可以写成Side2π乘以7 加上π 那就是呢 这样子的话呢 加起来就等于15π 那2π的话呢 乘以7的意思是说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呢 这个就是旋转7圈的意思 因为一圈 绕一圈就是2π 绕两圈 所以呢 一圈是2π 乘以7就是绕7圈的意思 绕7圈之后回到呢 还是0 0度的位置 0度那条线上面 所以实际上 你只要求呢 Side1π就可以 Side1π就是Side180度 那Side180度呢 就是等于0的意思 就等于0的意思 所以Side15π呢 算出来答案就等于0 那B呢 Coside2分之9π 就可以写成Coside2分之8π 加上2分之8π 那2分之8π 就可以写成4π 那4π的意思呢 我们就可以写一下 Coside4π加2分之8π 那就可以写成 Coside2π乘以2 加上2分之8π 那2π乘以2的意思 就是呢 绕两圈的意思 绕两圈之后 还是回到0度那条线上面 所以这里其实呢 只要是绕 绕整数圈的话呢 都是0度的意思 所以只要求呢 Coside2分之8π 那Coside2分之8π 就是Coside90度的意思 Coside90度 背过 就等于0 所以呢 Coside2分之9π 答案就是0 2分之9π 就等于0 7的话呢 Coside2分之15π 可以写成Coside2分之12π 加上2分之3π 可以再写成Coside6π加上2分之3π 等于呢 Coside2π乘以3加上2分之3π 那要2π乘以3就是绕三圈 绕三圈的意思 绕三圈 绕三圈 绕三圈还是回到0度的位置 所以呢 这才是0度 那实际上 我们只要求呢 Coside2分之3π 那就是求Coside2分之3π 那就是求Coside2分之270度的意思 那Coside2分之270度呢 就等于-1 就等于-1 所以Coside2分之15π 就等于-1 那最后呢 我们写上打A Side15π 就等于-1 B的话Coside2分之9π 就等于-1 7的话呢 Coside2分之15π 就等于-1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 假设呢 一个直角三角形 三个内角 分别是30度 60度 90度 那30度的内角 所对的边长是1 90度呢 内角呢 所对的边长是2 那如这个图所示 那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c达 c达等于30度的时候 这是它的角度 那c达呢 所对的 是1 对边是1 那斜边是2 那我们求出 这个0边是多少 b等小b等于多少 我们定了 c等于2 a等于1 b等于多少 那么可以使用b式定理 c平方等于a平方加b平方 那把c等于2跟a等于1 带进去 那我们可以得到呢 b呢 最后求出来呢 就等于正负 根号3 那 长度单位呢 没有负的 所以负的不合 所以我们取正的 所以b就等于根号3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呢 再30度呢 照三角数的定义 就等于c分之a 把它带进去就等于2分之1 那cos 30度定义就等于c分之b 所以带进去就等于2分之根号3 那tension30度呢 带进去等于b分之a 定义等于b分之a 带进去等于根号 根号3分之1 那 我们可以呢 上下同时乘上根号3 所以呢 就可以得到呢 3分之根号3 那potension呢 30度我们的定义就是a分之b 带进去就等于1分之根号3 那就等于根号3 那second呢 30度呢 就等于b分之c 所以带进去等于呢 这个根号3分之2 上下同时乘以根号3 就可以得到3分之2 根号3 那cos 30度呢 照三角数定义 就等于a分之c 再等于1分之2 就等于2 那如果说呢 我们c等于60度的时候呢 令这个c等于2 b等1 那a等于多少 那要使用b式定义 要把a求出来 所以把c等于2 b等1带进去 我们可以得到a 就等于正负根号3 正负根号3 一样负的不合 所以我们取正的a 就等于根号3 那sine的60度呢 照三角数定义 等于c分之a 把它带进去 就等于2分之根号3 那cos 60度呢 三角数定义 等于c分之b 带进去等于2分之1 那tang60度呢 带进去等于b分之a 所以就等于1分之根号3 就等于根号3 那cortage呢 60度呢 定义等于a分之b 带进去呢 就等于根号3分之1 那就等于3分之根号3 那sine的60度呢 等于b分之c 带进去等1分之2 就等于2 那cos 60度呢 等于a分之c 带进去等于根号3分之2 那上下同时乘以根号3 就等于3分之2 根号3 就是60度的时候 那如果假设呢 一个等要三角形 三个内角分别是45度90度45度 那45度的内角 所对的边长是1 那我们就像这样的图形 那这样的图形呢 45度45度 这是直角 所以是90度 那我们对45度的时候呢 令c不知道 那a等1 b等1 那我们使用d4定义 那带进去把a等1 b等1带进去之后 就可以求到c等于正乎根号2 因为常数单位没有负的 所以呢 负的不合 所以c等于根号2 那照三角形式的定义呢 side45度就等于c分之a 所以等于根号2分之1 上下同时乘以根号2 你就可以得到2分之根号2 那cos45度呢 定义等于c分之5 再进去等于根号2分之1 上下同时乘以根号2 所以就等于2分之根号2 那tanj45度呢 等于b分之a 再进去等于1分之1 就等于1 那cos45度呢 再进去等于1分之1 再进去等于1分之1 就等于1 那side45度呢 等于b分之c 再进去等于1分之根号2 等于根号2 那cos45度 再进去等于1分之1 等于1分之2 等于根号2 等于根号2 那这样呢 我们可以把它整理成了 一个表格 整理成一个表格 也就是说呢 这个c等里面就是 六个三角的数 分别是sidecd coscd tensidecd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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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来的话呢一样 side 45度对过来就等2分之2 cos 45度对过来就等2分之2 tent 45度对过来就等1 cortent 45度对过来就等1 second 45度对过来等2分之2 cos 45度对过来等2分之2 那样呢side 60度对过来就等2分之3 cos 60度对过来等2分之1 tent 60度对过来等2分之3 cortent 60度对过来等2分之3 cortent 60度对过来等2分之2分之3 cortent 60度对过来等2分之2分之3 所以这个表格也很重要 所以这个呢务必把它记起来 同学务必把它记录起来 一定把它记下来 好再来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导数关系 什么叫导数关系也就是说呢 刘三角 november定义呢 side side 等这个 c分之1 cos c等這個 xs 就是互为导数关系 cosθ跟secondθ互为导数关系 cosθ等于c分之b secondθ等于c分之c 所以乘起来就等于1 療症之间互为导数关系 乘起来就等于1 那再来的话 平方关系 平方关系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平方关系 sinθ平方加cosθ平方 就等于1 还有1加上tengθ平方 加上secondθ平方 那之后第三个 1加上c分之ab 就等于ps psh兼0.2 那这个是平方关系 那在后面往后 我们的运算里面都会使用到 這两个导数关系和平方关系 那还请同学 把它记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我们看一下例题31 修拿下列个体的值 A 赛的五分之π平方加上cos的五分之π平方等于多少 B的话赛的三百度平方加上cos的三百度平方等于多少 那A的话由于平方关系赛希达平方加cos的平方等于1 所以这个部分赛希达赛的五分之π平方加cos的五分之π平方等于1 那B的话由于赛希达平方加cos的五分之π平方等于1 所以赛希达的三百度平方加cos的三百度平方就等于1 最后写上档 赛五分之π平方加cos的五分之π平方就等于1 那B的话赛的三百度平方加cos的三百度平方就等于1 那是立体三十一个答案 立体三十一个答案 好立体三十二也是应用这个平方的关系 所以同学可以自行练习做做看 可以练习做做看 那立体三十三也是类似的题型 所以同学可以练习做做看 好来我们看一下立体三十四题 立体三十四题 那立体三十四题它说 假设赛希达大于0 cos希达大于0 大于0 雄希达会漏在B几项线 那由我们之前先前说明过的 赛希达大于0会出现在B向线跟第二向线 那cos希达大于0的时候呢 会出现在第一向线跟第四向线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两个呢重复的是第一向线 重复的是第一向线 所以希达会落在第一向线 所以希达会落在第一向线 最后写上达希达会落在第一向线 那我们再看一下立体三十五 它说假设tenshita小于0 cos希达大于0 请问希达会落在地底向线 一样 这个tenshita小于0的时候 会出现在第二向线跟第四向线 那cos希达小于0的时候 会出现在第二向线跟第三向线 那重复的向线是第二向线 所以希达大会落在第二向线 希达大会落在第二向线 所以写上达希达大会落在第二向线 那立体三十六也是类似的提醒 同学可以自行练习做做看 好那再来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立体三十七体 立体三十七体 它说假设tenshita等于五分之三 enginhita小于0 那是其余的三角函数 那因为赛希达等于五分之三大于0 会出现在第一向线及第二向线 那tenshita小于0会出现在第二向线及第四向线 那由这两个结果我们就知道 重复的是第二向线 所以我们知道 希达大会落在第二向线 希达会落在第二向线 那希达落在第二向线 再谘赛希达跟cosと 자기达为正 其余4个三角函数 cela支 tots 94个三角函数 cos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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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erintendent ag次 estad 如果留在第二相线的时候 招指教座标的位置 这个定的 ideal是不合 就是b 的 隆均 їх溯 in 3x amusing Ums c éa tent c area c t dt 所以带进去 3MB c was Brush b0.0 F 去带进去 3MB 所以算出来等于三分之五 所以可以算出到这五 这其他五个答案 最后我们写上档 cosc等于五分之四 tengc等于三分之三 cosc等于三分之四 cosc等于四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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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以上 立体三十七的答案 立体三十八也是类似的提形 同学可以自行练习做做看 可以练习做做看 立体三十九也是类似的提形 所以同学可以自行练习做做看 再来的话 我们看一下立体事实 他说 假设希导为锐角 cosc等于五分之三 请你求出呢 五倍的cosc加上十倍的sci 减掉呢 三倍的tengc答答案等于多少 那我们知道呢 c是锐角 锐角的话呢 代表c就落在第一项线 第一项线里面呢 全部都是正的 六个三角的数 所算出来的答案都是正的 所以呢 cosc等于五分之三 c等于5b等于三 那要b是定理呢 我们就可以把a求出来 那因为呢 这个在落在第一项线 所以负的不合 a那就取正的 取正的 所以a就等于4 a就等于4 那sci c答呢 照定义7分之a等于5分之4 pengyc答呢 定义等于b分之a 所以等于3分之4 等于3分之4 等于4分之4 所以我们可以算出来呢 5倍cosc答 加上10倍的sci 减掉3倍的pengyc答 把它带进去 就变成呢 5乘以5分之3 加上10乘以5分之4 减掉呢 3乘以5分之4 那这样呢 把它带进去之后呢 就变成3加8-5 就等于6 所以最后呢 我们写上答 5倍的cosc答 加上10倍的sci 减3倍的pengyc答 算出来答案呢 就等于6 就等于6 那这是立体呢 这个事实的答案 立体事实的答案 他立体事实的答案 他立体事实的答案 也是类似的题型 类似的题型 那同学呢 可以自行呢 练习算算看 可以练习算算看 可以练习算算看 那立体42呢 也是类似的题型 那同学呢 也可以自行的练习做做看 立体42也是类似的题型 所以那同学可以自行 练习做做看 可以练习做做看